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那么好 我就跟你回来了 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云神不知处是因为有了你才变得那么好 蓝王鸡听着魏无羡一再说云神不知处的好 心里像灌了蜜一样 现在的他更相信 他与眼前这个人就是天注定的缘分 眼前这个人就是他命定之人 想当年他猛然惊觉有一个不知不觉走进了他心里之后 他想回避 想反抗 想拒绝 但发现他做不到 那个人像一颗种子掉进他心里的旷野之后 就落地生根 疯狂野蛮的生长 他想拦都拦不住 想挖也挖不出来 他只能顺势而为 让那个种子的根深重 直到完全生长 覆盖了他的身心 当他接受这个宿命之后 他发现只要那个人在 他的生命就那么的丰沛 他的心总是那样的甜 哪怕是历经磨难 那颗心都是甜的 因为有了眼前这个人 让他体会到了生命的悸动 让他挖出了自己生命的知泉 那活泼的清泉滋透了他的整个身心 让他懂得他父母之间那种痛入骨髓深深爱恋 让他破开附身的剑重生 他要享受生命的丰富多彩 他要把冰山劈开迎接春天的到来 而魏无羡多结的命运 让一个天生爱笑的人 在不夜天毫不犹豫的堕牙 那一刻 这个人是就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东西 既然我不受这个世界欢迎 那我就走呗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世界 即使有人很喜欢他 向他回来 并把他救过来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有一个人居然寻了他十六年 截然一身等了他十六年 还有什么东西 能比这样一份情 更惊心动魏无羡回想自己前世今生 发现 其实自云深不知处 山门前见到蓝芒基 他就喜欢上了他 而不自知 要不当时蓝芒基那种冷漠巨人千里之外的冰霜脸 谁都会退避三舍 只有他未无限 不怕冷 不怕硬 拼命地缠着用自己的热脸去贴蓝芒基的冷屁股 而且是弃而不舍 而越缠越发现 为什么他这么无趣的一个人 总是让我特别的开心 没有为什么 一切都是命定 当寒潭动物蓝芒基把抹额扯下 附上两人的手之后 你就跑不了 逃不离 哪怕是前世今生 而现在云深不知处 一切安好 近世里的檀香阴远 旺基情音冷清清 一个红泥暖炉煮着一壶沸水 泡了一杯茶 暖两个人的心 蓝芒基已把天山雪莲 泰山天缠寻了回来 魏无羡解毒就万事俱备 指前东风了 历春前的七八天 天突然就下起了雨 可把云深不知处的人高兴坏了 以为这雨来得正是时候 只要持续下到历春那天就好 只要历春那天能接到雨水 给魏无羡下药 那就万事大吉 谁知道 那雨下了两天就挺了 接着就是晴天 万里无云的那种 蓝芒基心急如焚 如果历春那天不下雨 魏无羡就解不了毒 今后能不能解毒 只剩下问号 蓝芒基天天急倒 求上舱开眼 历春那天下场大雨 就魏无羡一命 蓝锡城安排好若干人等 在云深不知处 各个角落安放好勇气 只等历春那天下雨接雨水 蓝锡人也跟着着急 他去校场中央搭了个法坛 天天施法求雨 只求魏无羡能躲过这一劫 倒是魏无羡知道 一个个正为他着急 不敢把自己内心行之欲色 天天照常 谈笑吃喝豆 蓝芒基玩 如果说魏无羡是蓝芒基的命定之人 那么他魏无羡能活到什么时候 也是命定之事 着急不来 蓝芒基为他受尽苦难 等他十六年 他愿用余生陪他走完剩下的岁月 但是 这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事 蓝芒基千辛万苦找来天山雪莲和泰山天蝉 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生的希望 但现在看来 这个希望 是那样的模糊不清 这天一早 蓝芒基祈祷完毕 魏无羡就跟他说 蓝湛 你不用担心 真的不行的话 你也尽力了 如果立春那天不下雨 那就是我的命 怨不了谁 蓝芒基 看着依旧灭带笑容的他 无言以对 你可以笑着面对任何的劫难 但我绝不能让你再次堕入深渊 魏英 立春会下雨的 一定 蓝芒基一字一顿地说 好 我等着喝药 魏无羡乖乖地笑着回答 历春前的几个夜晚 蓝芒基再一次无法入眠 蓝氏那严格的作息规律 因为眼前这个人一破再破 不是他 蓝芒基不知道云深不知处 深夜的山峰是时缓时急 有穿过树叶的温柔 有吹响阎林的幽远 不是他 蓝芒基不知道云深不知处的深夜 不只要野猫野兔出来活动 偶尔有鸟儿贪睡的声响 魏无羡装作睡的深沉 还每每侧身 搂过身边那个人说梦话 他知道 此时此刻任何安慰 都是那样苍白无力和多余 只要一息尚存 两人还能在一起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泥足珍贵 他能给予蓝芒基的 只有这个 魏英 嗯 立春会下雨的 信我 我知道了 立春会下雨的 二哥哥 精彩内容下集再见